流程分析完,我们可以来做这个添加操作了 看看怎么写 添加 回来 这个先停掉 添加 我在这块的话呢,写一个表单 上面写一个表单 s form action emp fail sangstar s text field name fruster name fable fruster name aftername aftername email 好了 最后一个的话呢,我们写一个按钮 s sami 出了 好了,执行添加操作 那我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得写一个sale方法 伟均 fail 我们看吧,我之前这个sale方法的话,我需要干什么呀。一步获取请求,参数吧。 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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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 dao的 c5方法吧。 第三步 通过什么呀? 就是 redirect act action 方式 响应结果 给谁呀? 然后这个结果的话呢,我们还是需要给那个tmp 是吧,这个流程。好了,我需要获取请求参数,我怎么获取啊?是不是还是在这个action里边贴那些属性啊?好吧,我先写吧。 好了,避用的get side的方法,get side的方法,get side的,dao的不要,email的要,id的要,first name,last name,request的不要,写吧,写吧,写完, 然后,参数就搞定了,通过定义。 通过定义。 对应属性的 方式 可以的 要save方法,我怎么办呢? 先把那些参数封中创应employ对象吧 employ 等于new imclaw 你知道是没有id的吧 都有 好了 方法 dao.save 然后 去这个结果 去这个结果的话呢,到这个里边来 因为我有好几次啊 都修到这个结果,那我干脆我给它改为 save 保存 回来 于是 这个返回值就叫 save 也叫 save 偷了 看看效果好不好用 刷新 来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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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的话大家是不是也颇有微词了呀 为啥呀 你这玩意太多了吧 多到什么程度啊 多到 我从这块开始 从这个 imploy id开始一直到 对应的 get方法结束 我说我把整个这个imploy写了一遍啊 对 已经有了 那你要再这么整一遍的话 这个代码太多了 大家有这样的这个敏感性特别好 就是挑剔 跟懒惰永远是使人进步的 一个手段 对呀 我们就是要挑剔呀 这不行啊 这太多了 那于是 有没有好办法呢 我们能不能 直接把那个请求参数 付给一个imploy对象呢 希望这样吧 再说一遍 我希望那个请求参数啊 直接付给那个imploy对象吧 那我于是的话呢 我给他 干掉 也不要了 直接定一个imploy 好了 一遍的话呢 这个也不要了 如果能这么写的话 是不是挺爽啊 如果能这么写的话 这是不是挺爽啊 那这么写的话 我们需要怎么做到呢 哎 往下看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用到我们这个叫model driven拦截器 首先 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已经提出来了哈 把action跟model隔离开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这个action 说白了 它就是一个controller吧 这里边不应该承载着太多对模型数据的这个嗯 引用啊 strad作为前端的企业机应用程序需要把action跟model清晰的隔离开 因为action并不代表模型数据 它提供的仅是显示服务 你不要把那些数据都给我 我我我现在太多了 那好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到这个叫model driven拦截器 大家看 我默认这个拦截器站啊 在这个paramst之前有一个model driven拦截器 那这个model driven拦截器他们干什么呢 他说如果action实现了这个model driven接口的话 该拦截器会把model driven接口get model方法的返回值 放到直站的站顶 他会来干这件事 再说一遍 说呀 如果action实现了这个接口的话 那么 strad2的这个model driven拦截器 将把实现这个接口之后 那个get model那个返回值 放到直站的站顶 那于是 可以这么写 瞧着 model driven employee 写上方法 要返回一个 employee等于new employee 返回 employee 好了 这个时候 我这个代码 就能过了 先看结果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解释 看圆码 它到底是如何运行的 刷新 来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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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f 我加上了 删是不是可以删呢 可以的 实现了 然后再看这个代码受P以前省了好多 这个代码我们比较满意 好了 如何做到的 对我们来说 做到这个步骤很简单 第一个让我们这个action实现这个接口 然后呢 实现这个方法 就可以了 我们先看 流程 再看需要注意的 Ctrl-Ship的P 说有一个缆解器叫 Model Driven Exceptor 好了 看怎么走的 Intercept的方法 这个代码呢 完全可以看得明白 先获取 Action 然后 判断Action是不是实现了这个接口 如果实现这个接口的话呢 进行一个 强转 是吧 获取 直战 调用 Model Driven的getModel方法 如果这个值不是空的话 就把它放到直站的站顶 是不是就完了啊 然后呢 我这一步给它放到站顶了 我在复直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把那个请求他说那个值 复给这个直站站顶的属性了 这个时候那个站顶是谁了 是 刚才getModel方法返回值的那个对象 就那个imploy 好了 那于是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prometer 最后一个 再看 它也有intercept的方法 叫dointercept 我们别的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就直接在这块看一下 此时直站站顶上是谁就可以 来 debug 添加 添加 走 先停的是哪儿啊 先停的应该是摩托这位栏接器吧 下一步 先获取action employee action吧 是吧 然后action实现了这个接口 能进得来 然后呢 获取直站 好了 看这个直站是谁啊 直站 打开 目前站顶的 看root吧 是这个action吧 是action 好了 那下一步 调用getModel 对反卖值是谁啊 是不是那个employee对象啊 就我们写过吧 在这个里边 这个盖童的方法 employee吧 OK 到这了 好了 好了 这就是employee对象 然后把它放到了直站的站顶 看直站 root 下一步 站顶的数是employee了啊 好了 干了这件事 然后的话呢 我们到params 进来 params呢 我们就不管那么多了哈 我直接看invocation 有对直站的引用 stack啊 看root 站顶的 是employee吧 于是那个直呢 就付给了这个employee吧 那我到act放话里边 我就可以用了呀 这就是整个的运行流程 回来 这个运行流程呢 我们需要来写一下 结合 叫什么 实现action 实现model 接口后的运行流程 第一稿 前提是我们的action 已经实现这个接口了哈 那么对我们来说 这个流程就是 他先 会 执行谁啊 auto driven interceptor intercept 方法 第一个 会来执行 他的intercept的方法 上 哪一个哈 bondor drive interceptor node 他的interceptor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我们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明白 把这个方法直接复制过来 然后我直接在里边来写注释 第一步什么呀 获取 action 对象 对象吧 对象吧 就是说action对象是谁呀 是不是就impro action对象啊 然后再说 此时 在action 已经 实现了 猫都 driven driven 接口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声明 打过来 c 回来 不是实现了吗 好了 然后什么 判断 action 是否 是 猫都 拽约 拽纹 的实力吧 是不是 是吗 进来 一步呢 墙 是 转换为 猫都 driven 行吧 墙转 然后呢 获取 实战吧 然后 要用 猫都 追问 接口的 get 猫都 方法 就是要说 d 要用 谁呀 要用 employee action get get 猫都 方法 是这样吧 因为 应该是实现的吗 会掉这个方法 分钟c 拿过来 实际上掉的就是这个方法 好了 然后呢 把 get 猫都 方法的返回直 加入到直站的 站顶吧 不识了吗 那我这块 对我们来说 压的是谁呀 实际 压入的 是 employee action的 employee 成员 量吧 行了 到这边这个流通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的 工作这边栏接器 第二个 这个执行完了的话呢 还会来执行 第二 执行 执行 promittal interceptor 说c 它会干什么呢 的 intercept方法 它就会 把 请求 参数的值 覆盖 站顶对象 对应的属性 然后如果站顶对象没有的话 然后再往下复吧 若站顶对象没有对应的属性 则查询 直战中下一个对象 对应的属性吧 以此类推 这就是我们目前运行的属性 好了 三 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看我们的 employee action 在这这 看我这个写法 我是不是创建了一个employee 然后完了返回 那我这么写行吗 可以吗 直接return the new employee 这样行行 行不行 可以吗 可不可以 不行 不行 我们先看结果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我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新的imployee 这个甲我也是确实是放到直战的站顶了吧 确实是放了吧 但是这个跟我这个成员面量有关系吗 没关系吧 那你一只save的时候 咒夹是不是空啊 所以说这样写 不行 control c 来 需要注意的地方 大家明白了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说了 说注意 我盖的猫头方法 盖的猫头方法 不能提供以下实现 这样写不行 为啥呢 的确会返回一个imployee对象到直战的站顶 这没问题 转哈 但当前action的imployee成员变量 成员变量确实到吧 这么一个效果 你说什么 如果给这个imployee提供我太好了 你说给imployee提供一个save的方法呀 那有啥关系吗 我的imployee action 你说给他提供一个save的方法呀 save的imployee呀 这有啥用吗 有啥用吗 如果你要是像我现在这样写的话 你可以怎么用呢 不是不能用啊 你这么用 你得从这个里边先获取直战 站顶对象的那个直 然后的话呢 再来获取这个id 就是你要这么写的话也行 我们以这个添加为例吧 看一下啊 我sees out一个来 imployee 这成员变量啊 加imployee 这个达物是空 刚才我做的这些事跟这个imployee没关系吧 可以理解 好了 你还可以写一个说直战 站顶 退下 打过去啊 加 哦 哦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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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get contact get value stack 点 站顶对象 什么方法来着 pick 好了 这个是那个站顶对象吧 走一个就知道了 我来 大家看 这是空吧 好了 但我这个站顶对象是不是有啊 哎 就是这么一个笑话 那站顶对象的话呢 你可以重写一个透明真方法 看得更清楚 但你要这么用的话 是不是太麻烦了 不是你明明写一行代码就可以 可以不这么用了 是吧 imployee 大家看 是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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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u.com 是吧 是这样一个效果 好 以上呢 是我们说的这个modeldriven 它的确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 往下翻 modeldriven 当用户触发这个add请求的时候 我们这个是废物请求啊 modeldriven拦截器会调用imployee action的getmodel方法 并把这个返回直 放到直站的站顶 刚才已经看到了 接下来 prometer的拦截器会把表单 字段映射到直站站顶的各个属性 因为此时 站顶已经是被我们刚刚压入的imployee对象 所以说模型就会直接的添进去 说如果某个字段没有匹配的属性 它将尝试去找下一个对象对应的属性 这个我们在前面的话呢 都有讲述来看这样的一个图 那最开始的时候的话呢 这个站顶的是谁啊 是这个imployee action吧 当我们调了这个modeldriven方法之后的话 在这个站顶呢 是不是就是这个imployee了 那我于是这个值自然就付给了这个imployee 我这个例子呢 是想这么说 如果我imployee action里边有一个email属性 而我这个imployee里边 有first name跟last name 而没有那个imployee 那这个时候付是怎么付呢 first name last name 是不是付给这个占领对象了 email是不是付给这个imployee action 那个email了 能理解吧 不举例子了 测试一下的话呢 这个效果就像我们说的一样 好 到这块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modeldriven说清楚了 那我们这个代码改回来 怎么改啊 把这个改为 它 一定不能这么写啊 ok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打印 也可以看 实际上这个时候 你在打印的话怎么了 我这个imployee 就是这个成员变量 hat class hat class 这样写来 hashicode n 我占领对象 是不是一个对象 hashicode 再找一个 发新 走 是吧 那整个这个流程的话呢 就顺了 把这个代码发下去 大家把这个添加 好好的看一看 下课 休息